对东莞的色情业不少人原来是听说过 但是没见过 可是很多人通过央视记者的暗访画面才知道 原来这里面色情业是这么严重这么猖狂 这个所谓的性毒真的是名不虚传 而且大有来头 所谓的那些个选秀在东莞都是有着特殊含义的 所以对于这次东莞的大规模扫黄 无论是网络还是传统媒体都是投影了极大的关注度 我们来看周一的新浪 网易 腾讯 百度等等网站都是把这个新闻放在了新闻首页的这样一个重点展示区 大量的都市媒体也都是纷纷对这个事情加以报道 我们来看就像光明网评论一样 说不少舆论都觉得对色情行业其实还是不值得同情和姑息的 应该为央视曝光东莞色情场所来喝彩 不过也有很多人在问 对东莞的色情业难道之前就真的没有报道过 没有整顿过吗 也不是 我们来看看2009年南都周刊当时封面报道就是东莞治黄 非常详尽的报道了所谓的管事服务ISO是怎么回事 黄明远阳又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多大的困扰 然后2011年我们再来看环球人物杂志 也是对东莞的色情业进行过一个调查室的报道 而央视记者则是在2003年就对东莞张木头镇的色情交易进行过曝光 广告